来自南方都市保博报 2020年5月22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降低工商业电价5%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 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% 此外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现一代信息网络 拓展5G应用也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有运营商相关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 5G基站目前使用的正式工商业电价 而5G网络在实际部署及运营过程中 基站耗电量大和基站建设选址成本高 是遇到的最突出的难题 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再次为5G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按照年底80万个5G基站计算 仅5G基站电费一年就可以降低218.4亿元